來 看到沒有賣入貴路人的車 給他以後 最近有貴路人 明明就怕在這班買 山頂館也要讓車漏到的事故 較近人等得好 這行政院長等今年 今天會上班 剛才公開行程 就是市區東風看交通 希望可以有更好 讓人更安全的關係 這十部人明明怕在 柴島山頂館 要回來的 列車連檢測都沒有 在這裡 眾人漏杯 只看到這十部人練一練 就站起來離開現場 讓網友說走路有風 晚上各地一直都有 路人抵押 十五晚上 台北上山也發生意外 一個學生鄉鄉 照過柴調所 對方來車技術也沒有減速 一樣的人弄杯 經方策劃 想風弄真心 那另外行人的部分 可能有違反道交條例 第七十八條一項四款 在交通平凡的道路任意奔跑 近前 喀釁的行政 就但現場效果兩天之後 今天開後上班 透過公開行程 就是去透過順利交通安全 在我的施政工作上有三安是相當的重要 一個就是治安 再來就是道安 再來就是資安 請求透明目前有六十九位路人全擁有 三個市場路口 台北市有六百一十幾位 台東連港市一個都沒有 國管市落差這麼多 要如何保護路人 也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現在綜合報道